继旺角新田地街蚊营地地价建16年来新低之后,市建局深水保重建项目,楼面地价逆教两年前低近两成,住宅地价急跳水,将进一步添加楼市调整压力,随着香港经济与就业市场转坏,从去年中历史高位回落约8%的住宅楼价,预期还有一定调整空间。 尤其是刚性需求下降而供应稳步增加,将会加速逆转住宅楼市供求失衡现象,楼市表现离不开基本因素。 香港经济急转直下,陷入技术性衰退,今年首季经济收缩程度,可能比2003年与2008年更加严重。 负增长幅度可能接近一成。换言之,香港经济正面对前所未见的危机,住宅楼价不可能紧现温和调整。 事实上,地产发展商求地态度日吹审慎,继旺角新田地加一幅2700方尺蚊型住宅地以每方尺3500元楼面地价成交。 创出16年来市区最低地价之后,日前市建局一个位于深水堡住宅重建项目,楼面地价为8800元。 交100年同区两个项目分别低约1成5与1成7,由此可见地产发展相对后市有很大保留。 造成地价跌幅较大,相信地皮低价成交陆续有来。旺角市游街与上海街交界一幅小型住宅地皮昨日截标。 当局合共收到27份标书,吸引不少中小型地产商参与投标,看此反应热烈,但不少入标的财团抱着执死鸡心态,出价实际上十分保守。 随时出现意想不到的低价成交,以当前全球疫情发展来看,香港已至全球经济V型反弹的可能不大,加上手上累积一定数目新楼盘,买楼套现虚实,因而影响了地产发展相投地意欲。 经济不可能将2003年迅速复原,势令住宅刚性需求下降。与此同时,运房局最新数据显示, 截至今年3月底,未来3、4年私楼潜在供应量为9万5千个,较去年底增加2千个单位。 这与住宅供应高峰期到来有关,猜享物业股价处预测今明两年私楼落成量为2万0800个与1万898个。 逐处于十多年高位,在刚性需求下降而供应稳增之下,有理由相信住宅楼价调整幅度逐步扩大至2、3成。 有机构分析今年首季5000宗住宅成交个案,涉卖比例进一步上升至近3%,数据为四年来最高。 住宅楼价指声不跌神话已告破灭。